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佛陀就开始飞答 讲这个开示 善男子 彼心邪菩萨及末世众生 欲求如来静言洁心 应当正念远离朱范 先依如来 沙摩他行 坚持境界 安处独众 安坐尽事 我们今天先谈这一段 我再念一遍经文 善男子 彼心邪菩萨及末世众生 欲求如来静言洁心 应当正念远离朱范 先依如来沙摩他行 坚持境界 坚持境界 安处独众 安坐尽事 焰坐尽事 那么这一段经文 应该也是很清楚 对刚刚开始 发心邪菩萨的 所有的佛弟子 跟所有的 末世的众生 假如 假如要求 如来的 清净 圆洁的心 就应该要有正念 这个要远远的离开 所有的虚幻 环视一切的虚幻 都要远离 要依如来的教导 色摩他行 色摩他行的意思 等一下我再做 这个跟大家解释 坚持境界 也就是守戒力 安处独众 就是说 有一个地方啊 能让所有的佛弟子 都聚集在一起 宴做静食 就是这个地方必须要是很安静的 那么每一个人都这个很安静的 在那边做 静修的这种功夫 我们 在这个 颜洁经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啊 佛陀都已经这个告诫我们 要远离租饭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 虚幻的 不实际的 那不要去执着 你不去执着的话 你就能够解脱你自己的这个身心 那么 那么假如你去执着的话 你就会被虚幻所迷惑 那么始终在这个六道之中啊 轮回 不能够得到这个解脱的 那事实上这个 这一段呢 这个佛陀已经讲了很多次 那么唯一的呢 这个要依如来 摄摩他行 什么是摄摩他呢 也可以讲 就是修行 禅定的方法 如来曾经教 这个如何使自己的心能够定 那么是如何使自己本身 能够进入三昧的种种的方法去做 坚持境界的话 就是要守佛的这个借力 安处途中 就是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道场 让大家能够很安静的去修行 这个禅定的种种的方法 刚才我把这一本这个 《颜洁经》的这个注诗啊 从头到尾看啊 一下 那么他这边也有提到 这个 这个 厌作尽事啊 不要做神秘想 啊 就是说 不要说 以为禅定 就会有什么神秘的现象 会产生出来 啊 叫大家不要做神秘想 也不要做 啊 修气脉想 也不要做气脉想 这个也是啊 一般呢 显教 他不叫人家做气脉想的 所以我们这个密教 是有修气脉 所以他讲的 我们不一定要采纳他的 因为他叫人家不要做气脉 好 我偏偏要做气脉 可见这个注诗的人啊 本身他是显教的这个法师 他不懂得气脉的 一般来讲 显教的法师对于啊 他只是偏重于修心 认为离开心一步 啊 就是外道 只要你佛法向外求 啊 这个 不修心 那么你就是外道了 其实密教是讲 身心不恶 其实气本身来讲起来 也是心啊 气怎么不是心呢 气本身是无形的 他也是属于心的 那么你说你修心 你修的是哪一个心 他又讲不出来 因为心本身是看不到的 也是无形的 是过去心呢 现在心呢 未来心呢 其实 不管你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也都是无形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也不可得 那么你得什么心 所以你安心立命啊 你讲说 哎 我不偏离心 好了 你偏离哪个 不偏离哪个心 他又答不出来 所以这个 密教里面讲 身心是不恶的 像我们人的身体 也可以做心想 怎么不能做心想 脉本身来讲也是无形的 气本身也是无形的 你本来就是用有形的东西去修无形嘛 将来你印证的是无形 但是你用有形的身去修才行 这个是戒甲修真 大家都懂得戒甲修真 但是偏偏哪 一提到这个身体 就认为 哎 这个是修身的 是外道 不是修心的 其实密教我们讲的 身心不恶 你这个身体将来也是印证空性的 所以这个注尸里面叫人家 不要修气脉 那么他是显教的法师 当然叫人家不要修气脉明点 那密教里面呢 他还要修 叫你修心 还要修气脉明点 因为由气脉明点 可以印证这个心的 由气脉明点的这个发光 他的通气 最后发光 发光的就去印证这个心 所以我们真佛中最终的 原来是空性跟静光 空性就是佛性 就是心了 那么静光呢 就是光明 以气脉明点的静光 去印证这个空性 结果印证的也是心 所以我们将来每一个人修到最后啊 要身心不恶 身心呢 是没有分别的 这是借甲修真 不能说 你完全去印证这个心 只是叫你安静的做 他里面提到啊 你这个做是平常的 啊 在做着不动就是做了 其他他都弄不管 他教人家的方法 就是只是平常做 啊 酸腿啊 盘起来而已 啊 啊 他这个是 就是这样子 其实佛陀当初在讲这个的时候 他有教人家方法的 如来啊 圣摩他行 圣摩他的意思 也可以讲是三昧 就是禅定 啊就是修定 修静 啊 当初这个佛陀啊 这个教所有弟子 一定要 都是教禅定 都是教你去打坐 如何把你的心呢 归于一 那么再把这个一的心呢 化为整个这个空 他是教这个方法的 那么传来以后呢 就是每一个弟子 去依这个佛陀的这个教理 去奉行 那么大家听到佛陀说法以后啊 每个人都去做这个修炼的这种功夫 佛陀 佛陀就是这样子教大家的 那其实你在修禅定 用什么来修 用心来修吗 当然是用用心来修 但是心是什么呢 心是空性 是佛性 最深的意识 叫圣身意识 就是要你用圣身的意识 来修 但圣身的意识 它产生的一种力量 必须要由气脉明点 加上圣身的意识 这样子成就 所以修行原来是身心的功夫 而不是只是心的功夫 必须要用这个身体来修 那么达成了这个心的这种功夫 那么关于这个 圣摩他 当初的佛陀 他是有教 这个 你可以用鼠息法 鼠息法呢 就是说你 呼吸的方法 因为人 在他的念头里面 最关系到念头 跟自己的呼吸 关系是最亲密的 最亲密的 你能够 应用你的呼吸 你的气的话 是第一个 能够令你的念头指一一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方法 应该是鼠息 鼠息啊 你就专注自己的呼吸 一出来 一进去 就是一吸 一呼 一吸 就是一吸 然后实行 然后再转 然后再转 同样的 从这个数目再 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后再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样子数 让你能够应用这个 这个数着呼吸的方法 使自己本身的意念 完全完全在这个数字上 完全在这个数字上 完全在呼吸上 使你的精神能够统一 这是第一个 指掉你的这个妄念的一个方法 那鼠息法 这个在以前印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也就是说佛陀本身还没有讲 以前在古印度 他就有这个方法 因为当时的人修行人知道 呼吸是控制念头最好的方法 其他的很难 其他的很空患 我们这个以前武侠小说里面写 我记得以前什么 眼观鼻啊 这个鼻观心啊 这眼睛看着鼻子头 鼻子头又看着心 眼观鼻鼻观心 这好像道家也是这样子讲 武侠小说里面经常说 哎呀 他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要硬工 马上这个坐下来 这个眼啊 观鼻头 那鼻观心 鼻怎么观心 其实用鼻息最好 你只要呼吸一下子 完全依照你的这个呼吸 但是鼻息啊 问题还在一个数字上 便不是真正的 便不是真正 因为你在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时候 你意念上还是有这个数字在的 不不算是真正的能够这个只是一种训练 不是真正的能够专一而进入 无不能进入空性 你还在鼻息上还是有依附的 还是附在这个数字上面跟复息上面 两个东西上 然而这个我们学者啊 应该讲起来还是要先从鼻息下手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随了 这个佛陀当初也有讲 第一个是鼻息 那么第二个是随息 什么是随息啊 你不要注意在数字上 因为数字很空洞 等你训练到精神能够集中的时候啊 你注意到呼吸的长跟短就可以了 密教里面有教你注意呼吸 吸进来是白色的气 呼出去是黑色的气 但一般人就注意到呼出来的气 长跟短 吸进去的气 你注意去随他的这个呼吸就好了 连数字都可以不要 这是第二个功夫 就是说你完全随着你的呼吸 你这个就是随 那这个是比第一个鼠息的这个数字 还更加进了一步 那么第三呢 就是要修止 止就是停止这个止 这个佛陀也曾经讲 这个止 是什么止 就是停止 把念头砍断 那禅宗里面有提到这个止字 止字就是把整个这个念头啊 通通给它停止 念头就止掉你的念头 这个时候就跟属习没有关系 跟随习也没有关系 完全呢 不用数字 也不注意他的呼吸 但是有念头产生的时候 马上给他断掉 就完全进入空 那断掉这个念头当然很难啊 那么很难要用什么办法去 啊 补救呢 他另外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关 这个就讲到我们密教的观想 这是第四个方法 你止不了怎么办呢 因为人的念头是很难去阻止 阻止的 你邪进做人都知道 念头啊 跟海水的波浪是一样的 这一波未完 一波又起 那当你有这种现象产生的时候 马上要用观 这个就是密教的观 观是观什么呢 就是观像 那一般念佛的人 有教你观像念佛 念阿弥陀佛 你想念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想念阿弥陀佛现在你的面前 叫观像念佛 在密教里面就有阿治观 阿治观 有夜伦观 有种子日观 有本尊观 有入我我入观 所以密教里面的这个观想 很多的 其实一般的险教里面也有很多的观想 佛陀也讲了很多的观想 有不敬观 有白骨观 这个佛陀以前都讲过的 白骨观 这个观这个自己成为一个白骨 那么众生也变成白骨 那么由自己的白骨啊 引出佛来 把自己跟众生的所有白骨 全部烧成灭尽 这是在修白骨观 另外还要修不敬观 不敬观可能底下就会讲 佛陀也会讲不敬观 就是说观自己的身体是大甲合 原来自己的身心啊 全部都不是干净的 都是很污废的一些东西 这是不敬观 这个佛陀他讲白骨观 讲不敬观 那密教里面 就阿日观最有名啊 这个夜伦观啊 本尊观啊 这个入我我入观啊 种子日观啊 种种的观法 五相成身观啊 也就是五相成身观 也可以讲有寄生成佛的这一种观想 这是在密教里面有的 那么你观的话 你在观当中啊 你能够信念自己精神统一 而且还能够正进入啊 很唯妙的 圣乐的这个境界里面 其实显教也有观法啊 他这个十六观经 十六观西方极乐世界十六观 哦 这个也是显教的这个 这个净土中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观想的观法 不只是念佛而已 那你这个观啊 所以有止观酸印的这一种说法 止呢 就是一切把念头切掉 但是当你有念头产生的时候 你为了抵制这个念头啊 还是要用观 当你观到非常清楚的时候啊 马上你再用止法去给他切断 使他凡归于虚空 这个就进入凡法 凡 凡门 凡意思就是说 把不管止啊 不管观 把一切还归于心 还归于空性 这个是属于凡法 那凡法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啊 是什么呢 就是清净 就是完全清净 清净是什么呢 清净就是无 没有 一切都没有 在道家讲 这个就是作妄 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能够禅定呢 写这个 这个三摩他 三摩他法 能够进入完全的清净 清净的时候就是无的境界 那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啊 你就是能够印证空性 你真正能够作妄 过去心没有了 现在心没有了 未来心也没有了 完全一片的空白印证空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佛性才会显现出来 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深口意清净 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一切都不执着 这是最高的境界 就是清净 在佛陀当年所讲的 鼠门 鼠门 鼠洗法 随门 随洗法 指门 就是断念法 关门 就是观向法 繁门 就是繁心法 然后静门 就是清净法 讲了这个六个方法 那你这个六个方法 就是要靠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子去禅定呢 你依照这个六个方法去修炼 去做你的这个止境的这个功夫 等到你真正能够完全清净的时候啊 你就能够印证到这个空性 印证空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能够深口意清净 密教也是讲深口意清净啊 对不对 那么你能够一切不执着 那一切不执着就是深口意清净嘛 是同样的东西嘛 这个时候啊 完全就是 三心不可得 就是等于一片大心 印证宜宙 清净圆洁的心 这有六个方法去修的 那么看看你们 哪个跟哪个门的因缘比较好 你们就做哪一门的功夫 功夫身啊 真正的意识显现出来 佛性显现出来 身口意清净 一切不执着 佛陀就是当年 他就是这样子教大家的 那么要做这一种这个 静定的功夫啊 静定的功夫啊 一定要坚持这个境界 刚开始一定要坚持境界 因为我们小的我们 这引诱力量很大的 你不能有恒心的去做静定的功夫 默示众生 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要叫他做静定的功夫 我说哪有时间啊 我哪里有时间去做这个 我生意要紧了 对不对 我外交要紧了 我吃饭应酬要紧了 他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的 所以默示众生很可怜 他没有办法找出啊 在他的一天当中啊 找出一点时间来 训练他的这个静定功夫 现在我们生活中是规定了 一日一休 一天当中我不愿意规定太多了 好像一天要修四坛 在密教里面要一天要修四坛法 这个早上起来一坛 中午一坛 这个傍晚一坛 要入睡以前一坛 一天要做四坛 那是出家人修的 四坛法 那么在家人呢 我们只要求一天一坛就好 有很多皈依的弟子 一天做不了一坛呢 他皈依了七年 他老实跟我讲 我已经皈依七年 我看一年只有做一坛吧 他七年了喔 他一年才修一坛法 他写信来忏悔 他说我确实是皈依了以后 真的是 方废了很多的课业 为什么你方废呢 一定是外境给你迷惑 忙着做生意 忙着在岁月里面奔波 追逐物质的享受 这个呼盆啊 招友 这个 play的麻将 这个 三切一 这个电话打 那个电话打 这个电话打 就是要找到一个 一个人来 这样子 一下去整个晚上都没有 连打牌的 时光很容易过的 我是有经验的 师尊以前打牌 奇怪啊 怎么那么快就天亮 诶 师真的很快就天亮 你这个只要晚上一坐下来 在那边磨啊磨啊磨啊 在洗牌啊游泳 我们称为在这个麻将桌上游泳 洗洗游泳游泳 一看天色 怎么亮啊 好像还没有开始呢 怎么亮 诶 时间是快的很 很好过的 很好过日子 真的是杀时间啊 把时间拿来 杀死 一下子时间通通都没有了 真的是一种浪会 所以真佛宗派的弟子啊 就是一天 你只要一次 已经很少了啦 我不能讲你 教你们一天半次啊 对不对 一天半次你 你什么时候补回来 你说不定你半次都做不来 或者半次做了以后 要好几年以后才补 所以当弟子的 应该要有恒心 去做这个静定的功夫 佛陀当年呢 教弟子就是要做静定的功夫 因为你有这个功夫啊 的话呢 你就能够印证空性 可以成佛的 你没有这个功夫啊 绝对不行的 你哪里能够赚钱成佛呢 不可能的事情 成佛就是要印证空性 你做什么东西呀 都是旁边的 布施 你说我就是出钱 我做善事 那是人天果报 你没有静定的功夫 你成不了佛的 所有我们讲要实修就这个样子 你有静定的功夫 你修到不执着就是如来 你修到身口一清净就是如来 那么你说我布施就是 就是成佛的方法 是成佛的方法 但是是人天果报 因为你没有静定的功夫吗 你只是慢慢来一步一步的 让身心安乐 布施可以让身心安乐 是好的方法 但是你也要学静定的功夫 那么开始的时候佛陀也教大家 你要守戒啊 为什么要守戒呢 因为你守戒就不会被外境所迷惑 不会被美色所迷惑 不会被金钱所迷惑 不会被物质所迷惑 不会被环境的所有的人所迷惑 这个就是要叫你坚持静戒 初学的菩萨跟末世众生 都要守戒的 不是生活中好像戒力比较松一点 那么大家就比较麻糊 你麻糊不好的 你麻糊不守戒的话 很容易被外境所迷惑 你不规定一个时间起来做早课 晚上几点睡觉 这个早上几点起来 你规定哪一个时间 你修静定的功夫 这个是要有规定的 才是守这个境界 坚持静静 你没有这个规定的话 很容易心啊 去放肆掉 就松散掉 放逸掉 很容易就会堕落 所以佛陀也是要教大家 这个坚持静静 不过我告诉大家 当你能够完全自我控制的时候啊 这个戒就等于没有戒了 这个是对啊 所谓戒是对不能控制的人所设的 为什么要有这个戒在你身上呢 因为你不能控制自己 那个好的学生啊 你不用戒 他自己已经戒了嘛 这个戒是对那些坏的学生 说你这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哪个不能去 哪地方要怎么样子 你吃东西要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这是对那些坏的学生呢 讲 真正好的学生是戒而无戒 他已经达到没有戒的这一种状况 但是他事实上是守戒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能够自我控制 自制 所以这个是戒而无戒 有一种人是很超脱的 是戒而无戒的 有一种人是一定要坚持守戒的 不被迷惑的人 他是戒而无戒 经常被迷惑的人 就一定要坚持戒 这道理是在这里 这个安处途众啊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 学习静定的这些徒弟啊 全部安置的很好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 静世里面 这样子好好的这样子 去做这个静定的这种工夫 那么我们在这个戒力里面呢 我们晓得 这个五戒十善是最基本的 那么还有八戒 八观哉戒 这个八戒 另外还有十戒 那戒力邪是很多的 我们晓得有菩萨戒 啊菩萨戒 有在家菩萨戒 也有出家的菩萨戒 那么有这个比丘 啊比丘尼戒 比丘戒 啊沙弥戒 很当初佛陀的这个 这个戒力他也是规定很多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弟子犯了错以后 啊 那么佛陀就规定一个戒力 就这样子戒力就变得很多 那我们宗派是戒力比较松 但是 仍然要守戒 不是说戒力松一点 好像是说让大家自由民主一点 但是就这个放异了 这是不好的 因为只有你守戒 你才能够做静定的功夫 你不守戒就很容易放异 这个戒是为了静定而设的 那等到你修行有成就了 你能够控制自己了 能够自主了 这个时候戒也等于是没有戒 那么在这个注诗里面呢 他也提到一些这个打坐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这个小的密教的这个 这个毕如七之作应该就是最严满的 所以你们看我写的这个无上密 以大所印 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毕如七之作 毕如七之作的这个方法就是 应该是最严满的 在密教里面对于这个禅定 入三昧 这个三摩地 都是非常重视的 其实这个方法跟显教的种种的方法 几乎目的都是一样的 显密都是言通的 那么气脉明典也是无形的 便不是物质的东西 这个借我们人的身体来修空性 来修这个心 所以身心是不饿的 你不用这个身体来修 你用什么修 其实我们修行也是用这个身体来修的 不管你显密 都是要用这个身体来修 只是密教特别又讲到气脉明典而已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欧玛丽悲美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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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在跟大家谈言结经 今天在跟大家谈言结经 这个 鼻腦后舍皆归于地 垂梯龙雪 丁翼盐末 痰类精气 大小便利 皆归于水 软气归火 洞转归轰 四大各离 今则妄生当在何处 既知此生必尽无体 合合为相 十同幻化 四言甲合 妄有六根 六根四大 中外合成 妄有元气 宜中积迹 失有元相 甲名为心 这一段经文就很像这个 不静观 可以讲 这个就是讲说我们人的身体 完全就是地水火风 四大甲合的 那么头发 身上的毛 跟这个手上的指甲 跟牙齿 皮肤 肉 跟骨头 另外这个脑垂啊 种种不好的这一种形色 都是属于地 都是属于地 地是什么呢 就是土 都是因为它这个 等于是一种地质的这种现象 地 当然呢 这样 金 银 铜 铁 锡 物 蒙 所有的这个金属类 跟这个 矿物质 啊 都是属于地的 金属 跟矿物 都是属于地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 刚才所讲的这个 头发啦 身上的毛啦 这个牙齿啦 手指甲啦 这个皮啦 肉啦 骨啦 啊 种种不好的这些 啊 形色呢 都是归于土的 那么 再讲到水方面呢 像这个锤岩呢 啊 这个口水啦 这个鼻涕啦 丁育 盐墨 这个汗啦 甚至于痰啦 喉咙里面的痰啦 眼泪呀 这个精气呀 就是昏迷物啦 啊 大小便利 都是属于水 那么身上的温度 是属于佛的 啊 你身上的这些体温啊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保持身上的这些体温 这个是属于佛的 那么呼吸啊 动转啊 你知道你吸进了这个气啊 呼出这个气 就变成一种 你身体的一种运动 那么呼吸的这个气啊 其实它在你的前身里面 运转的 就在密教里面就讲 这个 啊 左右脉啊 中脉啊 甚至于 这个 前身的 几百个脉 啊 都是属于几百脉的 这个 甚至几千脉 每个人的说法不同 那么这个气啊 你吸进来的气 就是在脉里面行走的 身上的种种的 各处的脉 在心 它是做的功用 就是做一种 输送的一种功用 所以我们吸进这个氧气啊 敷出二氧化碳啊 它有它的本身的一种作用 所以动转归轰 这个气就是属于轰了 那么佛陀讲 这个四大分离以后啊 这种四个地水火轰 假如分开了 你今天的身体在哪里呢 身体也就没有了 这个就属于不静观 不静观就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一切的四大 根本讲起来 一切有形象 这个污秽的东西 都是很肮脏的 像那个汗啊 这个大小便啊 这个痰啊 眼泪啊 这个昏迷物啊 这个流出来的鼻涕啊 就垂墨啊 种种 都不是很干净的东西 都是很肮脏的 那么身体的这些 这个污秽的 所有的这个形体 里面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也都不是很清净的东西 那么从这里呢 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你的这个身体 毕竟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身体 只是你四大合起来 就形成一个你 分散呢 就是犯法 那么四言假和忘有六根 这四种言 因言即会合起来 就有眼而彼舌生意 那么这个六根啊 眼而彼舌生意 跟地水火红合起来呢 就是一个人 那其实他这种 合起来这种言啊 叫妄言 妄言的意思啊 就是说 不是实相的 只是暂时合起来的一个人 好像是这个眼而彼舌生意啊 好像他有那个意念在里面 那么有因为有这个意念在里面呢 就是我们称他就叫做心 啊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 这个世俗的人 跟所有的众生 认为啊 你所想的意念 意识啊 就是心 其实这种心也叫做妄心 便不是很真实的心 只是一种表面上 你弱体上的一种感觉啊 就叫做心了 那么意识上的感觉 就是心了 这个心所 便不是真实的心 因为人的意识啊 有时候也是会妄测的 你意识上这个人怎么样 事实上根本 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你自己本身的 那个心的那一种妄测 这个佛陀讲的这个 啊 道理啊 就是由我们这个人本身来讲 啊 我们人体本身所讲的 所以我们 小的不静观里面啊 要叫大家经常想不静观 你就会产生这个 啊 出离心 一切的开始 还是由不静观开始 你要经常想 你这个形体 根本就是假的 也不是真实的 眼而彼时生意 好像有心 其实也不是真实的心 那么地水佛风一分散 你人就没有了 啊 经常这样子想的话 你就可以这个 知道 一切 有形体的都是假 你就将来可以归一针 那么会产生一种 出离要修行的 这个心出来 那不静观里面又谈到啊 你要经常想 九种相 第一种相 很简单的 就是死相 死相啊 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 就谈到了 为什么这个死人的眼睛 要闭起来呢 然后我以前问过大家 为什么死人的眼睛 一定要闭起来 为什么死人眼睛不张开呢 脑筋急转弯里面的答案 是这样子讲的 因为他假如眼睛张开 会吓死人 为什么要死人眼睛闭起来 因为他假如张开 会把人吓死 为什么 因为死相是很难看的 然后我记得我以前 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啊 我读施甲国中 那时候叫山中 高氏山中 有一个小姐很漂亮 我都记得她的名字 叫欧秀兰 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记得她的名字 因为她长得几乎 所有男女合班啊 所有女同学当中 最漂亮的一个 她长得很漂亮 她左路啊 就好像轰在飘一样 身体就跟羊流姿一样 这样摇摇摇摇摇 那么问题就是说 很多男生看到 到她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她 她的口头禅也是这样子的 男的两个眼睛直直的 一直看她的时候 她就回过头来说 死相 就是这个死相 那个男的眼睛 一直盯她的时候 她就回头说死相 她就很喜欢讲这句话 死相 到今天我都记得 不是我啊 你们不要看我 那个 所谓死相就是很难看 真的很多弟子 要叫师尊超度 你们不用把那些 那个王者的照片拿来给我看 老是记这种照片来 老是讲 我假如有禁忌的话 真的是触眉头啊 大家都很喜欢啊 好像说躺在棺材里面啊 然后她就拍一个照 那师尊帮忙超度 就把那个照片寄来 我一看 哎呦 真的是难看的 再怎么样子 没了啊 等她躺进去的时候 化妆的怎么样子 那一股象 真的就是死相 你平时很亲近的哦 到时候你说不定不敢看她 你最亲近的人 真正的他死的时候 你说不定不敢看她 因为那个死相都是很难看 所以应该常做死相想 你经常要这样子 想说你自己已经死了 那个死的形象是什么样子 看到死人的那些死相 就要想到自己将来也是这个样子 就会产生出离心 会想修行 哦 现在你们化妆 就化妆得很好 有化妆的 就化妆得很好 你要想想自己的死相 想想自己的死相的时候 就有出离心啦 然后我看今天只能够讲死相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 这个事实上 这个佛的东西很奇怪的 它就会变得比较生动 比较佛 比较美 那么死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一眼一看 就知道它是死 但你说死的时候 就等于是四大分散了 它的这个神器就不在身上 人只要切少了这一股神器的话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就一定是一种很悲惨的这一种 很丑陋的这一种相貌就出了 好 我再跟你讲 还要再想一种相 叫做总相 什么叫总相呢 勇总啊 那么胖啊 他一脑筋急 早上又问你哦 这个玛丽连问路 为什么他到以后会自杀呢 你们想一想 他的答案啊 就是讲说 因为他知道快要 他快要变成肉松 什么是肉松呢 因为他本来他的身材是很苗条的 是很坚固 弱有弹性的 那么他知道他年纪超过了某一个年龄以后呢 他身体会肿起来 会膨胀 那么他的肉会松下来 会垮下来 就变成肉松 大家不要以为现在身体很健康啊 佛陀要告诉你哦 九种想法 第一想要想死相 第二想要想总相 你身体肿起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这秘密法师在笑 我不知道他笑什么 你以前很苗条是不是 所以这个啊 要想这种相啊 你想出那种相出来的时候啊 你就会有出离心 就不会有什么那样子了 这个 我们晓得 我们看到了这个外表的美 不是真实的 事实上他会改变的 像立立法师啊 再怎么节食都没有用的 他什么都不吃 每一次像小猫一样 一样吃一点点 就只有正餐不吃 专吃零食 你以为你苗条你就很美啊 其实也是快要变成肉松 好嘛要这样子想 今天先不尽管先讲两个像 一个是死相 一个就是脏相 就是永种的相 哦妈年被命中 哦妈年被命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